橘石是最知名的古生物之一 它们留下了许多极为精致的花石 这是众多古生物里美学方面的极大成者 在演化关系上 橘石属于软体动物们 头族缸 橘石亚缸 它们现存最近的亲属 是章鱼乌贼这些众多软体动物构成的 肖亚缸 橘石还是极为优秀的直准化石 也叫做标准化石 常用来推知化石所处地层的地质年代 其实橘石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早 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著名的博物学家 百科全书自然历史的作者普雷尼 发现了这些古生物 并把它们命名 因为橘石的卷曲形状 很像埃及的羊头神阿蒙的角 在生存年代方面 橘石是一个相当长寿的族群 最早的橘石出现在泥盆纪 它们在多样化的同时 成功跨越了古生代 打满了中生代 最终从恐龙一起 消失于白恶纪谷经济灭绝事件 整个中生代也是橘石家族最为反胜的时期 它们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结构 成为了中生代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底座 并养育了众多海洋生物 在了解本期的主角原为橘石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橘石的基础解剖结构 橘石在生产的过程中 会周期性的向前做生结式的移动 在其后方由外套膜分泌出隔壁 这指的是隔开相邻两个气势的模状物 成为化石之后 它的形状就会像隔板一样 隔壁对于橘石来说是个很高效的工具 它可以帮助橘石支撑自身的软体结构 增加浮力并加强壳体的硬度 在具体结构方面 橘石的壳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就是动物体七居 而且没有隔壁的部分 被称为柱石 第二是具有一系列隔壁的部分 这就是气壳 气壳中被相邻两个隔板分隔的空间 叫做气石 大部分橘石有26个气石 而目前现成的硬武罗一般是30个 在外观上 隔板所处的位置 就是橘石缝合线所在的位置 此外呢 橘石的壳内 还有一条贯穿了所有气石的管状结构 连接了各个气石 这是橘石们运动的阀门 又叫做踢管 它们可以借助注水和排水 来调节身体的升降和平衡 鹦鹉罗的踢管在中央 而橘石通常位于腹部的边缘 但也有少数类别的踢管 会在背部或者近中心的位置 讲完了橘石的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橘石的化石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是来自大自然的杰作 死去的橘石首先要沉降到海床上 在那里呢 它会被沉积物掩埋 接下来呢 各种化学过程开始发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橘石的外壳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它们本来就是由碳酸钙矿物结晶组成的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晶体会变成方解石 这些更稳定的碳酸钙矿物的形式 接下来呢 就要看运气了 如果运气不好 这些晶体或者方解石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完全溶解掉 橘石所在的地方呢 就会在岩石中留下一个空洞 而不会形成比较精美的化石 如果足够幸运 橘石的壳没有溶解 或者呢 在溶解之前 矿物质填满了橘石注射的枪石 这就会产生 在细节上较为完整的化石 有时候呢 一些橘石原始的外壳 甚至可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但还有其他的可能 那就是随着外壳的溶解 周围沉积物中的矿物质 会填满留下的空洞 从而形成了 一个以橘石壳为模具 用方解石晶体 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橘石本身的碳酸钙 所组成的精美化石 在众多橘石化石形成的过程中 有两个例子比较经典 这就是硅化和黄铁矿化 硅化和二氧化硅有关 当富含二氧化硅的液体 用二氧化硅 代替了橘石外壳的碳酸钙时 硅化就发生了 这会产生灰色或者黑色的 由方解石填充的 半透明状的 硅化的橘石化石 这类化石在提取的时候呢 可以用酸 把它们从岩石中清理出来 因为酸会与周围的岩石反应 而不会与化石中的二氧化硅反应 讲完了这些基础的概念呢 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原微橘石的化石 这些化石呢 来自英国黑文悬崖 它位于英国多塞特郡两个城镇之间 这些原微橘石的发现地 属于茶茅斯年祖 距今大约1.98到1.88亿年前 是侏罗纪时期的化石 黑文悬崖产出的橘石 在开采的时候啊 就有极好的规划表现 大多数是不需要进行酸化处理 而且在细节上表现极佳 二氧化硅同时呵护了橘石的灵魂和躯壳 并借着自然之手的描绘 保全了这一美丽生物 在死去的瞬间与光辉 在原微橘石上 我们还能观察到更多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这块原微橘石 它在被完全规划的同时 被一条方解石矿脉穿过 同时意外的保留下了外壳 外壳上呢还保留下了红彩 我们来逐层进行解析 方解石脉在原微橘石上 是比较经典的结构 这种矿脉呢垂直于岩石层之间的分割面 构成它们的主要是垂直纤维状的方解石晶体 正如化石所示 在主岩和方解脉之间是具有光滑的边的 这种方解石脉呢 主要由成岩作用和溶解作用形成 这两类作用留下的方解石脉的状态是不同的 成岩作用形成的方解石脉 裂缝一般比较短 溶解作用下形成的方解石脉呢 则多岩岩层的缝合线 或者呢是在岩石形成矿脉的前期 发生了断裂然后沿着断裂产生的 因此呢它们在方向和形状上是不规则的 这条发生在菊石中的方解石脉 应该是溶解性方解石脉 它作为碎屑沉积岩的胶状物 在成岩期 在岩石颗粒之间起了个粘结作用 融入到了这块化石中去 除了方解石脉呢 在这块原微菊石上还罕见的保存下了 在原微菊石上很少见的红彩壳皮 这层壳皮呢由薄的珍珠母和贝壳素组成 正是这些珍珠母产生了大部分彩虹般的观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组成这些珍珠母的现实层 它的厚度是趋近于可见光的波长的 入射光线在进入两层 或者多层半透明的现实层结构时 会在结构内部形成多层的反射光线 这些反射光线的相位移动和相互干涉的作用 会导致某些波长频率的增强或者减弱 而不同波长的光 又决定了化石中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让我们回到化石上来 这些在橘石的珍珠母中相互平行的现实层 就可以在不同视角下 对不同波长的光产生干涉 最终导致各种不同波长的光 产生了各种不同颜色的反射光 就会形成非常漂亮的色彩 这就是色役 最终各种不同波长的光 叠加它们产生的各种不同颜色的反射光 就形成了精美的红彩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黄铁矿化的化石 这是在硫化铁饱和的沉积物中形成的化石 硫化物通常是由微生物分解腐烂的生物体产生 它可以鱼铁反应形成黄铁矿 黄铁矿也被称作鱼人金 它可以用来代替颗体中的碳酸钙 经过黄铁矿化处理的橘石化石 会呈现出金色的外观 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们也有不利的方面 这些黄铁矿化的化石 会在潮湿的条件下氧化 并且缓慢的分解 这被称为黄铁矿腐烂 当它发生后 相关的橘石化石就会被破坏 所以在保养的时候要小心 做个小节 无论是发生硅化的橘石 还是发生黄铁矿化的橘石 都能定格自身精彩的瞬间 这些来自于远古的生命体 就这样与现实交织在了一起 并在光芒的呵护下 展现出了绚丽的色彩 这是从泥盆戟而来 洒满了终生代的 不朽独特而又永恒的美丽传说 也是大自然留给我们 独一无二的宝藏 能购买绘丝方这些 请根本购买来 能购买来